我這個禮拜有買DJI新的空拍機 DJI FPV 那我已經用了一個禮拜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可以考慮的設定 還有用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對這個空拍機的心得 然後以後我打算要怎麼用 DJI FART DJI FAR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有創意的部分 并不是空拍机 而是这个穿越摇杆 这个东西要另外买 但我觉得非常好用 用穿越摇杆 就要指你要飞的方向 空拍机就会跟着走 对我这种左撇子的人来说 有一个东西比较麻烦 有些按钮比较难按到 没关系我们都有很丰富 适应右撇子世界的经验 搬机是用来控制空拍机的速度 红色的按钮是起飞跟降落 下面灰色的按钮是调整模式 最大的那个按钮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这个是暂停 有紧急刹车的功能 刚开始的时候 用穿越摇杆起飞跟降落 都有点紧张 因为不习惯 后来练了一个礼拜之后 就可以跟Mavic一样 从很多不同 奇奇怪怪的地方 起飞跟降落 我建议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不要戴眼镜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空拍机感觉 好像要准备很多东西 要戴眼镜 这个穿越摇杆 还有那个眼镜的电源 还有飞机飞机的电源 可是其实这个跟Mavic差不多 Mavic也要戴有空气 那个iPad或是iPhone 电池都要记得戴 所以其实感觉差不多 但是调整这些东西 戴上眼镜都是画面之间 所以可能并没有Mavic那么快 还就可以起飞 没有那么方便 就是很好玩 FPV并没有办法取代Mavic的空拍机 Mavic起飞不但比较快 飞行的时间比较长 它也有很多我很喜欢 常常在用的功能 比如说信出点 还有智能跟随 Mavic很多功能 对我来说FPV并没有办法取代它 另外一个值得提醒的事情是 FPV的眼镜里面的部分不能直接晒到太阳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 设定的部分我觉得自动录影很好用 这样就不会忘记按到 EIS是Rock Steady的意思 会让你拍出来的东西比较稳 Distortion Correction会让你拍出来的东西看不到螺旋桨 眼睛还是看得到 这个很重要 因为肥的时候视线越宽越好 但拍出来的东西会没有螺旋桨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FPV也可以录声音 这个是Mavic没有的功能 有时候听到马达的声音感觉还不错 如果不喜欢 修片的时候可以闪掉 那结论呢 要不要买这个飞机 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 拍影片 但是你还没有买空拍机 我觉得这个可能先不要买 可以买Mavic Air 或是其他的Mavic的产品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 那你要做另外一个感觉 你拍起来要有另外一个感觉 不同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看看 它真的很好玩 很快 然后用起来还蛮简单的 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尤其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可以试试看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